日前,由河北省收藏家李峰筹建的地气博物馆亮相市家庄 10月24号,记者在地气博物馆看到,不少市民正在这里参观 据李峰介绍,他20年前就开始收藏地气 目前,在博物馆里展出的300余件展品 是他从数千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这些展品包括地气、文献资料和部分宣传化 以前在电视剧里边看到这个土地什么房产契约 但是没有见过真正的这些东西 今天一来呢,满屋圈是方气地气 而且综合了全国各地由上海、安徽、河北省等等一些些 同时也学习了不少 我看到咱们这么多的藏品还是感到挺惊讶的 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他们到这也参观参观还是清掌见识 据李峰介绍,中国的土地契约产生于西州中后期 是确认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凭证 也是国家收取赋税的依据 博物馆里陈列的地气 大致可以分为明代、清代、民国 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时期 时间跨度400余年 一张张泛黄的地气 不仅是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见证 也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 通过防地气可以看出来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法杂状况 比如说在社会稳定的时候 它的税收是比较平稳的 没什么变化 在战争或者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 它的税率有些调整 会调高 这些都在地气上有些反映 记者注意到 博物馆里陈列的地气 大部分都盖有红色的官印 但是也有一些没有假盖官印 李峰说 这两种地气分别成为红气和白气 红气就是经过官府盖的大印 什么样的官府的级别 就是这个州 现一级的政府盖的官印成为红气 这个没有盖政府官印的成为白气 这个官气作为一种凭证 在法律上受到法律保护 这个白气不受法律保护 是没有交税的 它是偷税漏税 李峰告诉记者 他建立地气博物馆有两个目的 一是给地气收藏爱好者 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二是把自己的藏品展示给民众 让人们了解地气文化 博物馆会一直免费向公众开放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